美國總統奧巴馬 抵達澳大利亞達爾文 根據一項協議 美軍不久後將在那裡駐紮 從而保持美國在 澳大利亞領土上的軍事存在 美國之音的電視報導 奧巴馬驚獻花圈 紀念在二戰期間 被日本轟炸機摧毀的 美國皮爾里號軍艦 他還在達爾文的一個空軍基地 對美國和澳大利亞軍人 發表了講話 這個地區擁有世界上 最繁忙的航道 這些航道對所有經濟體來說 都至關重要 而在危機時刻 像是巴黎島炸彈襲擊 東低溫救援 以及日本海嘯 達爾文都是一個 對外輸送救援物資 關心災民的基地 這裡的人們 保證我們做的事情是對的 這就是我們要繼續 一起努力的事情 向前走 我們的目標 和60年前是一樣的 就是保證和平 保證和安全 奧巴馬星期三 對澳大利亞議會表示 亞太地區的發展 將在很大程度上 決定這一個 世紀的發展前景 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 是它的政府的首要職務 我們將繼續加強我們的力量 面對21世紀的需要 我們在這個地區的長期利益 要求我們長久 駐紮在這個地區 美國是太平洋地區的一個大國 我們會留在這裡 中國提出 美軍在澳大利亞駐軍 可能並不合適 這應當在國際社會中加以討論 奧巴馬堅持說 美國的相關計劃毫無不妥之處 奧巴馬說 美軍在當地駐軍 將為美國與盟友和夥伴的訓練 提供新機會 並能應對各種挑戰 包括人道危機和災難救援 美國總統在去 印度尼西亞巴黎島的路上 在澳大利亞停留 他和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 將參加東盟峰會 美國和俄羅斯將首次 以正式成員國的身份 參加這次峰會 美國之音電視報導